我们希望能够赶紧资金或黄金 比较资金的利润 在这种方法 我们将会保护资金的利润 在这种方法 在这种方法 将我们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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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多家媒体报道 伊拉克三分之一到百分之四十的电力供应来自伊朗 其中包括从伊朗直接进口电力 以及进口伊朗天然气进行发电 因此每当夏季来临 伊拉克多地迎来高温 用电量激增 确保伊朗天然气进口 保证电力供应对伊拉克民众日常生活非常关键 然而 由于美国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实施制裁 伊拉克无法向伊朗直接付款 据了解 伊拉克需要把货款汇入美方指定的银行账户里 并得到美方批准才能转付伊朗 同时 伊朗从中所提款项也受到限制 只能用于进口不受美方制裁限制的商品 伊拉克总理外交事务顾问 法尔哈德·阿拉丁指出 美方审批程序复杂 导致伊拉克不得不多次延迟付款 伊朗方面一直拿不到钱 由于美国迟迟不批准转账 伊拉克拖欠伊朗的货款 已累积达到约121亿美元 无奈之下 伊朗只能每隔一段时间削减甚至停止向伊拉克供应天然气 伊拉克民生成了美国单方面制裁他国的牺牲品 针对伊拉克和伊朗达成的原油换天然气协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拒绝就此予以回应 也未说明此举是否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 但强调 美国不会改变对伊朗或者伊拉克的外交政策 并将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措施